在沙地上像坦克般三百六十度原地轉向 特效車品牌旗下最暢銷的越野車G-Class 純電版千刀 音片曝光 整體造型與現行G-Class差異不大 動力方面則預計採用四顆電動馬達配置 但原廠沒有公布任何細節 最快將在二零二四年登場 多早在今年IAA就證實會有迷你版的選擇 寧甲德系車廠Golf GTI在停產之後 以純電版GTI接棒 依舊完美地繼承了1976年初代的氣能精神 電動結合經典也讓停產的老車重生 美國車廠也不例外 雪芙蘭先是推出混合動力超跑 更加碼宣布旗下經典C2將依電動化重生 最大馬力上看兩千匹 歐洲議會已經決議 就是二零三五年禁售內燃機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那他們會不會是呼口號 但是你可以從這幾年的改變 感受到他們是很認真的 環保醫師抬頭 純電化是必然趨勢 雖然經典車款轉電後不見熱血沸騰的引擎聲 但至少還能在市面上生存 參選許國恆芳想要太不懂